王丽萍,49岁,离异,自开服装店,月收入3000元,有双宝,住房面积58平米 王姐告诉我们,2000年单位买断后,自己就开了个服装店,如今已经快20年了,这些年进货卖货也没个休息日,很是辛苦 但尽管如此,退休后的她也不会关掉生意,因为在她心里,自己还依然年轻 其实王姐给红娘的第一印象,也是非常年轻的,而且时尚漂亮,说话唠嗑也是非常干脆 但这样的开朗性格,却没能在婚姻中派上用场 我的人是咋的,我是虽然说我是外向人,但是我是属于是,不是主动型,我是被动型 我是被动,我是被动型人知道不,你得男人,你得主动我,我不会说去主动你去 我是这样,我俩反正不丑,闷着吧,都闷着生闷气吧,都闷吧 冷战啊 对啊,我们就是说她经常外出嘛,一个月半个月也不来一次电话 其实冷战最可怕 对啊,冷战真的好可怕,感觉互相都特别压抑,她也压抑,我也压抑,我们就是和平分手,和平离的,协议离的 王姐告诉我们,虽然很多人都不理解,为什么二十多年都将就了,老了还理啥 但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啊,幸不幸福,真的只有自己才知道 长久的冷战和沉默,让王姐非常痛苦,她不想余生,还在这样的日子中度过 女儿已经成家立业,她知道,是时候该勇敢一次,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了 我喜欢就是什么类型的男人,不需要你挣多少钱,在外面最起码得顶天立地,完了回家得疼喜的,对不对 我可能是每个女人都是说所渴望的,再还有就是说,那个女人还是那个咱们都喜欢浪漫 喜欢最起码的我生日,你得想着吧,我这么多年我是从来没过过 从来没过过,从来没过过 我生日,我没有,我生日什么时候出生,她都不知道 但是说女人,就是每个女人都是挺渴望这个的,是不是 哪管说你买一份小小的礼物,你最起码就是说回家了 你买点菜了,做一桌菜了,做点喜欢自己媳妇喜欢吃的东西了 也许会很高兴,都是女人都这样嘛 王姐说自己想要的幸福从来都很简单,那就是来自丈夫的关心和爱 跟王姐简单介绍了黄大哥的情况后,王姐表示想要见面看看 他有个人还没过过,王姐恤